坦白說那個賴清德 賴清德在這一個月來講的話 這個人家也不覺得 你講的有說服力啦 比如說 你說你要抗中嘛 抗中嘛 那你到底準備了多少 那個福建一艘船就直接闖進淡水河口 就是有一些事件已經發生了 人家就覺得 那你真的有在抗中嗎 你自己有準備好嗎 比如說無人機飛到金門的上空 對不對 最近有一堆事 就是人家來了 你也還不是只能眼睜睜的看著 就你也沒折啊 你也沒有反制的方法 甚至還不要講一些 有一些人已經在外面傳啊 說你的小孩有回來台灣嗎 那這個就更根本性了 對不對 那 當然還有那個什麼 民航機怎麼越過金門上空啊 就有一大堆 就是奇奇怪怪的事件啊 那還有潛艇就給 吊小管的澎湖漁民看到 就都是這種事件 人家就會覺得 坦白講啦 如果是長期被你教育的那一群 抗中寶台最激烈的群眾啊 他們就會 感到驚慌你知道嗎 就會覺得好像快要來了這樣 那結果你也沒什麼粉絲啊 顧力熊現在已經有一句口頭禪啊 什麼 我們都知道狀況 你不覺得顧力熊 這句話很好用耶 說我們都知道狀況 可是你沒招啊 人家不照來 像今天人家就問他說潛艇的事 他就說 我們知道他剛離開 我的天啊 兩天啊 他說我們知道他剛離開 都是這一類的嘛 所以我坦白說啦這個 這個抗中寶台不管是你要去指控別人啊 那證據也太薄弱了啦 尤其是 李明君正要去黏韓國瑜 這個扯太遠了 韓國瑜連大陸都沒去耶 對不對 而且韓國瑜據我了解是 有人醞釀八月邀請他都沒有答應 這亞洲周刊寫的 亞洲周刊寫的 他表示 他還是認為台灣 有些事情要先處理嘛 對不對 所以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這個 不管是貼人家標籤的啦 或者是 你該有的抗中的準備啦 也看不出所有人啊 對不對 所以 你看游魚龍的民調 為什麼賴清德會跌9% 對 對不對 我覺得還有一點也蠻重要 就是你真的沒有亮點 就人家不知道你在幹嘛 只剩一個月了耶 其實賴清德這個是一個警訊啊 因為游魚龍第一個民調是四月底做的 然後58% 57.5% 對啊那表示人家對你的內閣跟你上任有期待感 對 然後六月十幾號做跌9% 對 就表示你這一個月來的表現真的是 但是 坦白講是非常的糟糕啦 但對賴清德他會不會覺得說我還有48% 我當選才40%啊 所以現在還有 對啦可是我們因為現在是在討論群眾嘛 群眾就冷了啦 跑啦 對啦冷了啦 那至於賴清德未來怎麼去 拉他的民調或者再去 比如說新北我們也看到幾個民調啊 只要藍白不合作 要勝選還是很藍啊 對 對不對 這個就是一個現實的局面嘛 那這個就是賴清德當選的原因啊 那新北會不會再發生一次 對不對 現在不是有人在講對不對 所以像我一個朋友就寄給我說 其實蘇小惠也認為 他也不會訴鄭文燦啊 因為藍白分裂他也會上啊 是 所以他說關鍵是民進黨內的鬥爭啊 因為大家都認為自己會上 因為藍白沒有整合嘛 所以我覺得賴清德想的 有一些可能是這一類的啦 他不是在想政績啦 他是在想怎麼樣讓藍白繼續分裂 他怎麼樣去鬥爭柯文哲 他怎麼樣去這個又用兩岸的議題來抹紅 國民黨我覺得這個人的本質真的是鬥雞啦 我們就來看看呢這個是內閣 尤其是最近的內閣團隊被擊為是外星人內閣 那尤其經濟部長郭知輝上任才滿一個月呢 他頻頻對於關核電 電價等等議題 發表了個人的看法 哎呦不得了了好不好 被一些民進黨的立委呢 點名是這個朝野政治攻防的破口 好 那麼甚至在這個鏡周刊還爆料說 郭知輝在昨天上午11點多 這時間顯得很清楚 在某校友的群組內轉發談話節目的片段 質疑立法院被中共掌控 國家整體方向已經朝中共預期的方向前進了 好 我們看到這個內容寫到什麼呢 好恐怖喔 他轉發這內容 聽完民居正教授中共所安排的佈局 原來台灣國家的立法院早在中共掌控中 被民居正教授直接點名這兩位人物 好 台灣國家目前已經是隨著中共預計的方向進行中 好 那麼主要是這個影片內容是指控 習近平在今年台灣大選之後 要求涉台單位抓住韓國瑜復婚旗 擔任立法院長和國民黨團總召的實際做事 國談辦為此擬定了佔領台灣立法院制高點的統戰戰略要點 好 那郭自衛趕快出來解釋 他說我只是轉發 這不是我的意思 上面的文字也不是我寫的 是台大教授明居正所述 我只是轉發而已 收到後連看都沒看完就轉發了 這是我的壞習慣 以後會更謹慎 好 那麼另外還有一個就是關於這個國會改革的小兵和尚 都有可能會被質詢嗎 好 那郭自衛也說 科技界現在確實也感到非常的恐懼 主要是昨天卓龍泰呢 率領部會首長前往立法院 就國會改革覆議案被詢 那麼秋這位質詢的時候一口氣要求了 像是包括了經濟部財政部等五位部長上台 係數這些幾層小兵啊 宗教團體啊 和尚啊 未來可能都要到國會接受訓問耶 好 所以經濟部長郭自衛才說 的確 科技界應該是非常恐懼 在這邊我只能說 辛苦了這個郭志輝好不好 現在呢 要把自己努力的變成民進黨的形狀 蔡薇 那郭部長他應該最先要認知到的 他現在已經不是這個產業界的一個 是大老闆啦 對 普通大老闆而已 他是一個掌控我們全台灣經濟任務的經濟部長了 話不能亂說 所以任何發言喔 他的任何這個訊息傳達 其實影響的不是只有 包含內閣要出來幫他做澄清而已 其實都是會影響到市場上面的一個重大資訊 所以部長要謹言盛行 這是第一個啦 不能再說什麼啊 自己有壞習慣啊 然後就壞習慣就是這樣子就解決了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非常不好的事情 那第二呢 剛剛其實主持人講到說 現在郭志輝努力的把自己變成是民進黨的形狀 真的辛苦他了 但是我覺得他做的也很開心 因為其實他本來就是一個很愛做官的人嘛 他過去的一個案例我們其實有稍微了解到 他其實就是因為他經濟什麼財力也都有了 但他就是一直很想要做官 所以這次終於讓他做到了 所以我想他不管要變成什麼樣的形狀 我覺得他都很很很樂於變成什麼樣的形狀啦 那所以我覺得這也是為什麼現在這個賴清德他民調調的一個最主要原因 連包含之前大家認為 比較相對有亮點的是郭志輝嘛 產業界的人士還有彭啟明嘛 這個氣象專家嘛 可是你看喔現在郭志輝 動不動就轉彎 光之前說要支持核能 然後跟民進黨這個立委吃個飯 被罵了一頓之後又轉彎了 彭啟明現在其實也看不出 他有什麼樣的比較大的一個亮點嘛 這些亮點都已經不是亮點之後呢 那請問賴清德的亮點在哪邊 也難怪被大家說是外星人內閣 因為不只是郭志輝 而且郭志輝他的這個 荒謬事件還不是只有如此而已喔 他之前還不是說希望大家不要這個 一台冷氣就好了不要吹冷氣 所以也被罵翻了嘛 那包含郭志輝還有這個管碧琳呢 只會遇到問題就把這個問題推給基層 然後顧力雄呢只會說我們有所掌握 所以整體內閣看起來不只是毫無亮點 而且是毫無表現毫無內容啊 民生的事情沒有解決 民眾想要知道答案 你也沒有辦法如實的交代 那請問我們要這樣的內閣做什麼呢 是現在內閣只剩下一個功能 那就是鬥爭在野黨 扭曲在野黨 扭曲國會改革 他們說這個科技業很緊張 其實事實上我了解到的其實不是如此喔 科技業他們想要了解的是 我們這個國會改革方案 到底是要去調查什麼 的確他們有疑慮說 我們是不是真的像民進黨說的 我們會被抓去問話訓問等等的 那事實上他們了解這個整個法案過程當中 他們就覺得喔不會其實不是 那為什麼民進黨還要一再一再把說 你看這個各產業界都很擔心 都很擔心說我們未來會被叫上去訓問 事實上他就是在做一個輿論戰嘛 就是在做政治操作嘛 但其實現在包含科技業 包含整個產業界 甚至是宗教界 其實都不是像民進黨所講的那樣 民進黨帶上去的那些人 就只是民進黨的傀儡而已 所以其實你看現在民進黨也已經沒有交拉 他也只能把問題都丟向產業界 所以你看產業界很擔心 那不是我在擔心 都是產業界有問題啊 等等什麼都是丟上產業界 那我覺得最後其實慘的會慘再是產業界喔 為什麼 因為產業界 事實上這個政府 他現在包含你說要發展AI 但是能源整個狀況沒有改善 慘的是誰 產業界 現在我們要想要花時間去改善這個電力的問題 能源的問題 現在不改善的是誰 民進黨啊 產的是誰 產業界啊 所以以後真的產業界就變成產業界 你說民進黨在說 很希望這個黃仁輝多在台灣做一些支持 做一些投資 問題是連黃仁輝連美國的 黃仁勳 黃仁勳 黃仁勳對不起 連黃仁勳都已經告訴你 我們現在電力的確就是有一些破口 現在電力就是有一些狀況的這個當下 民進黨不願意去解決 只會告訴大家 你看 他好愛台灣喔 你看我們台灣 就是有很好很好的一個基礎 讓他去投資 問題是 事實上你們有看到的是 他們希望你們幫他解決的問題 所以啊 民進黨跟AI的距離 最近的距離呢 就是他們發展出那個chip DPP 而且呢 活了一天而已嗎 一天就下架了 對四個小時就下架了 這個呢就是他們跟AI最近的一個距離 你也和我一樣愛吃米食 麵食 甜點 以及手搖飲嗎 我特別了解你的煩惱 所以現在要跟你分享一個 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超級好物 就是這個 每日完勝白腎豆萃取物口含定 餐前三十分鐘一次吃兩顆 吃大餐 So easy 我旺旺出品的這一款 每日完勝白腎豆萃取物口含定 是檸檬紅茶風味的 像這種夾鏈包設計 特別嚴選了北美優質白腎豆 獲得了美國FDA的認證 以及GRAS健康許可 這個成分呢 其實是很天然 而且品質安心有保障 所以現在就趕快上快點GO 為自己的健康自信 以美麗下單 很重要的是 記得輸入推薦代碼 因為會有額外折扣 以來自然各籍或移動 是醜苦去的 你可以吃大便 可以吃一些 請追求 我今天要注意 我們請給我 委員會 我們請